四末年中玉西地区农会在三号上午特别举办了 道政家人成果展展示绿灶展 家政班和产销班年度的成果之外 农会特别以拌桌方式宴请慰绕辛苦的农民 现场学中会特别到场祝贺也和农民同乐 举办手作包包饰品农产加工品或者米披萨 吃的喝的用的全都出自农民之手 玉西地区农会道政家人成果展 果真不同凡响 不仅是静态整事 各个家政班也轮番上台歌舞表演共襄胜举 现场气氛热烈 玉西地区农会这一次也特别以拌桌方式 宴请慰绕辛苦的农民 明年也将持续推动农产建设 推广在地的农产业 相当重视地方农业发展的县长许正卫 在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的陪同下 也请指道场庆贺同乐之余 对花莲农业的发展 许正卫念之在之行行念念 所以在这里正卫要谢谢大家 从正卫180以上任到现在 我们的农民本来编列是4000万人 现在已经增加了1千亿3千万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农业 现在年年越来越长 但是我们的农入要越来越多 所以花莲的买趋势农业 但是这个是大农产 更要这个是大农产 所以末年终预西地区农会 今天特别在玉璃高中体育馆 举办道政家人成果展 分享这一整年来的收获 也到底为地方农产业来努力 接着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